鸭池河大桥位于中国贵州省 桥只位于东风电站水库库区内 连接避洁是前溪县与贵阳市清镇市 距下游东风水电站大坝约2.0千米 线路吸起龙井沟隧道 上跨压池河水道东至老虎山大桥 是贵阳道前溪高速公路 贵前高速S82上的重要节点工程 线路全长1240米 主跨长800米 墙面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速度80千米每小时 项目总投资达到7.8亿元人民币 压池河大桥分别有水上主桥 两座桥塔 斜拉索以及桥面接线道组成 主桥路段乘西北至东南方向布置 压池河大桥主要建设难题及特点为 大桥地处乌蒙山区 鱼、雪、雾等恶劣天气年平均天数达到208天 严重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 桥只处于深切峡谷中 顺势锋利可达11级 且场地极为狭窄 给刚横梁拼装等施工组织带来极大的挑战 高横梁采用大阶段 长旋臂拼装 最大拼装长度400米 轴线标高偏差精度控制在10毫米以内 施工控制难度极大 压池河大桥于2014年8月24日动工建设 2016年5月19日完成主桥和龙工程 大桥全线贯通 2016年7月16日压池河大桥通车运营 压池河大桥建成时为世界最大跨度的高横梁斜拉桥 建成通车后 连接前大 前支 前摆等高速 辐射闭结各线交通要道 覆盖乌江源百里画廊 东风湖 织金洞 百里杜鹃等国家级旅游风景区 为沿线农产品运输提供便利条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